DK8.0 很高興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來到JC Conference來跟大家分享ZK 那在分享ZK之前呢 我先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紹 我的名字呢是朱祁元 目前就是任職於普奇科技 然後呢在ZK Team裡面擔任RD 那前一陣子剛好有這個機會 參與到ZK最新版ZK8.0的開發過程 那想說就藉這樣的機會呢 來到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那一開始我很好奇 想問一下在場的有用過ZK的請舉手 好請放下 那沒有用過ZK的有沒有 還是有 好那沒關係 不管你今天有沒有用過ZK 對ZK熟不熟 我還是要介紹一下ZK 既然題目叫我當ZK預見from end 所以要講一下ZK的特點在哪裡 好 那我今天呢所有的demo code 都有在GitHub上面 你可以直接在GitHub的Reposter Research 直接搜尋ZK Demo 然後就有個JZ Conference of 2015 然後ZK Demo 裡面你可以自己下載來玩玩看 那裡面是Maven的Project OK 那ZK是什麼呢 ZK是一個open source的Java-based framework 然後它是一個用很多Adress的網頁應用框架 然後呢它的賣點呢 就是可以讓你不寫一行JavaScript 就可以像是桌面程式一樣 有許多的動態效果以及元件 那它提供了超過200種的component 那像是我們常見的Button 表格 下次選單 日期選單 等等都有 那它是支援Event Driven 像是User在畫面上 Unclick或是Drag 這些效果你都可以直接在Java裡面做控制 那當然它是支援各個流暖器以及跨平台 聽到這樣的介紹 其實大家應該可以稍微體會 為什麼今天的題目呢 叫做當ZK預見frontend 以上手術的特點呢 其實我們在很多frontend framework 都可以找得到 那這些frontend framework 一個比一個漂亮 那為什麼要用ZK呢 這個呢就是ZK目前所遇到的挑戰 所以在ZK的8.0 就希望可以提供一種方式 讓ZK的開發者 可以很輕鬆的跟這些frontend framework做整合 那就可以享有這些前端的一些很漂亮的元件 很潮的元件 但是呢 卻又擁有ZK原本的優點 它的優點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你可以 只要會Java 你就可以開發一個高互動性的網站 那既然要了解就是 ZK8是怎麼樣去做到這件事情 了解它的變化 就要來講一下ZK它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看 ZK它原本 就是一般我們使用Java 在開發網頁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這一張呢 是我們常見的一般的網頁 那我們都知道 它背後呢 就是用HTML去把它組成 那裡面就會有一顆 HTML的Don't Tree 對 那這個呢就是 你在開發JavaWeb的時候 遇到第一個關卡 你要去了解HTML還有CSS 那之後呢 當然不是只有Browser 你還有Server Server部分你當然是用去 用Java 可能會寫一些Serverlet 或JSP 這樣你的網站就完成了嗎 當然不是啊 你必須呢 要有一些互動的效果 所以你還需要去寫JavaScript 那我知道有一些Java工程師 其實對於JavaScript的撰寫 並沒有那麼習慣 因為你在寫Java的時候呢 這些都是在ID的時候 就幫你compile好 然後呢 你什麼時候有寫錯呢 你馬上可以知道 可是你在寫JavaScript的時候 只有真正執行 它才告訴你哪邊出錯 而且在早期啊 你在開發JavaScript的時候呢 你還要考慮不同瀏覽器 它會支援不同的 JavaScript的語保 你當然知道我是在講什麼瀏覽器的 對 好 那所以DK Framework呢 其實就是為了幫大家解決 這樣的問題 你可以只要去管Java就好 那回到剛剛這個網頁 那其實一個網頁的產生呢 它一定是有它存在的目的 它一定是要完成某些功能 像這個網頁呢 假設來講 它是有一個表格跟一個表單 表格是呈現整個畫面上的資料 那表單呢 是讓使用者可以輸入資料 那DK呢 就是用這樣的概念呢 這樣你可以直接用Java 去控制這些一個又一個的元件 所以使用DK 你不需要再寫JSP還有Servite 你只需要去控制 DK的component DK的元件 有的DK Component產生之後 它一樣是樹狀的結構 它會在Browser產生DK的Widget 它一樣是樹狀的結構 那DKWidget裡面就很多的JavaScript code 然後還有CSS等等 它就會幫你把畫面產生出來 那它中間呢就是用Edgex做溝通 然後DKWidget會幫你把畫面產生出來 好 那這個呢 所以呢當User 它有一天就在你的網頁上面 按下一個按鈕 然後觸發Unclick事件 傳到DKWidget之後 在Edgex回Server 那Server的時候就會收到這個Unclick事件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Java去做撰寫 你可以去控制User 按ConClicker要做什麼事情 都在Java 好 那要怎麼樣去寫一個DK Project呢 當然DK是Java-based 所以我們有提供一些 就是DK有提供一些JAR檔 對 那你可以直接用手動的方式去 SourceForge下載JAR檔 然後自己把它組起來 或者是DK是支援Maven的 所以你可以用Maven的Archetype 直接可以很快速的去建置一個ZK的專案 那當然這蠻簡單的 你只要上網去Google ZK Maven或是ZK Archetype 它都有非常詳盡的教學 我這裡就不多說了 好 那ZK呢 它是提供兩種設計模式 讓開發者使用 一個是MVC 另外一個是MVVM MVC呢 大家非常熟悉嘛 就是Model View Controller 在DK呢 它裡面的流程圖就會長這個樣子 最左邊是畫面 中間是Controller 右邊是Model 當User在畫面上點擊一個Button 就會發一個comment回Controller Controller Controller就會幫你 從Model裡面去抓取資料 那抓了資料之後呢 最後呢 再回到View這邊 幫你把畫面上的東西更新 那這是簡單的MVC的流程圖 所以在DK 你要寫View的部分 你就要應用 DK自己自定義的入我 就是一個類似XNL的格式 然後 或是鑽寫ZHTNL 那它是Follow這個HTNL 所以它就是比較嚴格的HTNL的格式 那你所以用DK的專案 你就會發現一堆入我 還有一堆ZHTNL這樣子 那在Controller的部分呢 當然就是你要去繼承 DK提供的Composer 那這裡面就是JavaCode了 在Model的部分呢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些商業邏輯 要完成事情 以及跟DB去存取資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的ZK的入我 它是長什麼樣子 可以看 這個看起來跟HTNL有點像 但是有一些的Tag好像沒有 好像不太一樣 其實畫面上每一個Tag 它在Server side 都會幫你產生一個ZK的component 它ZK的原件 那這個是樹狀的結構 那我們看到它有一些ZK自己的原件 像Windows Vbox Vbox是用來排版用的 然後還有Tagsbox 讓你可以輸入欄位 那因為它是每一個一個的ZK原件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用Attribute的方式 把你所想要設定這個component的一些屬性 直接把它寫在上面 像是你要給它一個Border的樣式 或是給它一個寬 或是一個高 這樣都可以 那畫面呢就會長這樣子 我覺得可能看左右兩邊比較清楚 那你可以看它是一個視窗的樣式 然後有一個輸入欄位輸出的一些字串 然後以及兩個按鈕這樣 那這個範例是要來做什麼呢 當我在Input欄位打一些字的時候 我按Submit 它就會幫我把Input欄位的字丟到Output 然後Clear的這個Button呢 按下去之後全部都清空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範例 既然講我們這個範例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要設定Controller 要去控制畫面上的元件 所以呢 我就要用Apply的這個屬性 去指定你ZK的Composer在什麼地方 要讀什麼樣的Java class 然後畫面上每個你要控制的元件 你都需要給它一個ID 所以呢 接下來就到了Composer的部分 Composer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Extend ZK提供的一些Composer 那這個範例是用的是SelectorComposer 然後我會用一些annotation的設定 去綁定畫面上的元件 你可以看到這個Test Box 它裡面的參數名稱就是綁定畫面上 這個Input ID 這個Test Box 這樣子 然後你要去監聽你畫面上這個Button 按下去要做什麼樣的行為 那就會用一個Listener tab Listener annotation 然後Unclick指定畫面上這個ID 對 那裡面的Comp呢 就是你可以去寫一些商業邏輯的部分 去存取DB等等都可以 因為它就是Java 所以在畫面上 這簡單的畫面就完成了 簡單MVC的範例就完成了 你再加上幾個欄位 再加上一些驗證 你一個網站的登入畫面就完成了 你會覺得非常快速 好 那這是ZKMVC的範例 另外一個設計模式就是MVVM MVVM可能大家比較陌生 它是Model Vue跟ViewModel 它是用ViewModel去取代Controller 我看一下它的流程圖 在流程圖裡面其實跟剛剛那張很像 它多了一個東西叫Binder Binder的存在就是為了讓畫面的一些邏輯 跟你Controller的邏輯可以切得很乾淨 一直說有Binder的存在 你就不需要用Controller去控制畫面的一些元件 所以你在最左邊的View 你就不需要去設定那些元件的ID 你只要注意的是 你的畫面的呈現 需要哪些資料的一些呈現的方式 比如說這個資料在畫面上 它不能改 你可能就用一個AdSign引力 如果這個畫面上你要可以改 可以讀取或存取 你就要做對應的設定 以及這個Button點顯下去之後呢 它要觸發什麼樣的Connect 在ViewModel裡面 你就直接做設定就好了 那ViewModel裡面就是一些很簡單的一些 Java Bean或者是一些Connect要做的事情 那它一樣會幫你去跟Model取了資料 再藉由Binder把要更新的東西傳回View 所以在使用MVVM在DK呢 在View上面呢 就會看到一些設定 像AsideInit AsideLaw AsideSafe 然後是AsideCommand 在ViewModel就是一個很單純的Class 那裡面就是一些Java Bean跟Command 我剛剛有講過 那使用MVVM的入口會長怎樣呢 一樣用Gammer的範例去改 好 首先你會看到這一張入口裡面 這個入口檔裡面呢 所有的ID都不見了 那你要使用DKMVVM的話呢 你當然要去做一些設定 這樣我們的Parser才會認得 你用的是MVVM的格式 所以要去Apply一個BindComposer 然後呢 去指定你的ViewModel的Class在哪裡 然後呢 剛剛我們的範例是要操控兩個元件嘛 一個是Textbox 一個是Label 然後下面還有兩個Button 那這個Textbox呢 當然就是會設定 AsideBind呢 就是Low加Save 就是Bind雙向的這樣 那這個Textbox 我要可以打字之後 要存到Server 然後要Clear 要把它可以清掉 所以它必須要Save 要需要Low 那Label呢 它就只需要去讀取就好了 那下面兩個Button呢 我就要設定 按下去之後 觸發Unclay事件 它要去做哪些的Connect 好 那這個呢就是入口檔 然後 接下来ViewModelClass呢 它前面很簡單 就只是一些Beat 因為剛剛我們要處理的 知道就兩個嘛 一個是InputStream 一個是OutputStream 所以就會有這兩個 這兩個Attribute 然後有一些Get跟Set 那後面呢就是Command 剛剛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 把InputStream的值塞給Output 所以我就寫兩個Command 一個是Save Save裡面我會把Output 然後Input Assign給Output 然後Clear裡面 我會把兩個字都清空 那因為你在ServerSide 把這兩個值清空 你要用一個NotifyChange 這個Annotation 去告訴Finder說 我現在畫面上的這些值要被更新 好 那這樣子呢 你的整個MVV的 這個簡單的範例就完成了 那因為它呈現效果 其實跟MVC一模一樣 只是它背後運作的整個流程 是不太一樣的 那既然ZK是提供ZMVC 還有MVVN 那我到底要選擇MVC還是MVVN呢 那我來看一下它的差異在哪裡 在View的部分呢 我可以看到MVC的Rule檔 上面都會有滿滿的Component的ID 那MVVN呢 你會看到一些 只有看到一些Data Binding的Expressions Essign,Ening,Essign,Load等等 那Controller的部分呢 你在MVC你會必須要去Extend ZK提供的Composer 那在MVVN它就是很單純的Portual Class 然後加一些Command這樣而已 好 那使用MVVN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我們可以分兩個觀點來看 假設一個網頁開發一定要有Designer跟 Developer 後端的開發者 那Designer它其實就只要 在處理Rule的時候 你就只要管你的UI要怎麼呈現 你的Rule檔要怎麼設定 你讓畫面可以呈現這些元件 然後你的資料它是可以讀取 或是它可以存入 或者是它是要發出一個Command 在你按Click的時候 那你就只需要處理跟使用者互動的部分 那你的Developer呢 後面就只要處理Data Flow 就是要怎麼樣串接 然後以及你的商業邏輯是怎麼樣 所以使用MVVN呢 你會發現你的這個邏輯切得非常的乾淨 哪一天呢你的這個MVVN的Project呢 你想要把畫面更新 比如說我導入Boost Chain 讓我畫面變漂亮 那這樣我要改的部分 就只有整個Rule檔的部分 那ViewModel因為是商業邏輯 其實你也不太需要去動到它 那這個呢就是MVVN的好處 除了這兩種設計模式之外 其實ZK有一些比較特別大型的元件 像是ZKCharts ZK Spreadsheet 那ZKCharts就是你需要用那個圖檔分析 圖表分析的時候你會用到 像是這個 這是長條圖 曲線圖 然後下一個呢是長條圖 或者是圓柄圖 那還有比較特別的像3D的 但是長條圖嗎 好 那這個呢就是你直接在ZK搜尋 ZKCharts Demo 你都可以拿來玩玩看 另外一個呢是ZK的Squatchit 這個呢就是有點像是把 你家的Office搬到Server來用 然後可以共同的多人的寫作 那它是一個ZK的Add-on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你自己家的系統 裡面 然後就是有點像 私有雲的概念 有點像是自己 在用的那種Google的試算表 但是是在你家的Server這樣 好 這是ZK的元件 那當然ZK也可以跟一些 Granwork做整合 像是Spring Hibernate 然後最近ZK剛好有 就是設計出一套 就是可以跟Spring MVC整合的方式 那因為這不在今天主題範圍之內 我只稍微提一下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ZK的Blog account 好 那 ZK既然是這麼好用 這麼容易去開發你 想要的互動式的網站 但是還是遇到一個問題啊 現在JavaScript就是 有一種觀念就是自己的前端自己寫 因為呢有CS3 有HTL5 這些你都可以自己做處理啊 那加上每個Browser 也就是支援度越來越高 而且越來越強 那些開發者工具真是太好用了 然後再加上 有一些像Poolstrap 或是Foundation 你可以很輕易的兜出 很漂亮的畫面 以及一些前端的框架 像React AngleJS BackboneJS 等等 那這該怎麼辦呢 其實ZK呢 在針對前端這個部分 在前幾年也是有做一些努力啊 就是我們在ZK6.5版本的時候呢 導入這個Responsive Design 像講義式設計 那在ZK7的時候呢 把導入CS3 所以你可以徹底的拋棄 徹底的拋棄IE6跟IE7這樣 然後還有這個LESS 那LESS呢 就是你可以把CSS模組化 以及Black Design 扁平化設計 像是左邊 這個是ZK傳統的樣式 可能看左右兩邊真的比較清楚 中間那個就像扁平化設計了 那右邊呢 這個就是扁平化設計這個SIM 然後看到的這個效果 好 當然我們在每一個版本的更新 都會加入一些好用的前端原件進來 讓開發者可以使用 但是ZK8要怎麼做呢 難道是導入更多的原件嗎 既然Brown End這麼流行 我就瘋狂地去整合一些 Brown End的Library 那不就好了嗎 其實這樣是非常累的 因為永遠 DK team的人數永遠沒有辦法去追上 就是Brown End進化的速度這樣 所以呢 在ZK8呢 我們就是 就是主要是想要倡導一個觀念 就是一個概念就是 就像這張圖一樣 就是你使用Java 但是你可以搭上這一波 這個Brown End的潮流 坐在JS的這個火箭上面 所以呢 在設計ZK8的時候 我們就是考慮兩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就是 在寫ZK的入檔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個方式 可以讓它組合得更加的容易 因為我們知道 入檔每一個tag 它都是ZK的component 它會產生在ZK的ServerSign 但是我有沒有一些 像是邏輯判斷 或是可以重複使用的一些 有點像是樣板 然後讓它可以 我們在寫入檔的時候 可以更加的方便 那另外一個概念呢 就是說 有沒有一個方式 就是我可以去整合 使用ZK要去整合 其他的JS Library 但是我可以用一些API 然後在JS裡面去觸發 ZK的comment 那ZK8其實就是 朝這兩個方向去做設計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ZK8的UI Template Injection 對 UI Template Injection 那就會有一個新的元件 叫做ShadowElement 那這個呢 它其實 概念呢 是從ShadowDome 還有JSTL Tab 而來 那ShadowDome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般在 開發網頁的時候 我們會看 我們假設 我們輸入了一個 InputType等於Range 然後就會產生 右邊這個 可以拖拉的 那個Slider這樣 那你會很好奇啊 只有一個Input 的一個DomeElement 為什麼 我好像有兩個東西可以控制 一個是它的軌道 一個是可以拖拉的 然後我去用在開發者 開發者的模式去看 裡面呢 真的只有一個InputType 那這時候你只要把 開發者的那個設定 把它改一下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裡面呢 它是有一個ShadowDome的 在Input裡面呢 它其實是藏了一些 DIV在裡面 那裡面就包含它真正 所呈現的一些樣式 好 那這是ShadowDome 另外一個呢 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 ZSTL的Tag 那大家常寫ZSTL就知道 我們會有一些 像CM3 CM1 CM4E 的這些Taglet Taglet可以用 然後這兩個結合呢 就產生了ZK8的 ShadowElement 然後ZK8就有些 新的ShadowElement 新的元件 那你可以在製作檔上面寫If 然後Choose When Otherwise 然後就是一個Switch 然後還有一個For Itch 以及Apply 那這要怎麼用呢 來講一個簡單的範例 這個製作檔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DIV 裡面底下有一個If 然後像If裡面呢 有一個For Itch 然後這是這樣的製作檔的結構 當If這個ShadowElement去判斷 某一個條件 當它為True的時候呢 它才會真正把If底下的東西 產生在畫面上 對 那用一個圖來解釋 這個左邊呢 看到這顆Logical Tree 它其實就是弱爾檔解析的 弱爾檔解析的這個結構 有DIV 然後有If 然後底下有Label Test Box 然後For Itch等等 但是呢 真正要Render 真正要產生的這些component 其實還沒有決定 因為你還不知道 條件判斷的結果是怎麼樣 所以呢 在右邊我就會先看到這顆Shadow Tree 它是製成一體的一個 一顆樹這樣 然後它會去做條件的判斷 根據你丟給它的一些條件 丟給它的一些資料 再去決定 它要產生的一些元件有哪些 好 那這些元件決定之後呢 它就真正的把它丟到DIV裡面 去產生真正在Server Site 存在的component tree 那Shadow Tree 當它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它就不見了 它就消失了這樣 所以它不在 它就像 它就不會有額外的記憶體的佔取 就不會佔多餘的記憶體 但是它卻有這個功能 那這是 這個簡單的範例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用 apply 加template 那template就是 你可以 在你的作用檔上面寫一些template 比如說 這個第一個template 它的名字叫default 然後裡面有一些DIV 那第二個名字呢 叫做normal 裡面呢 也有一些DIV 那我在apply tag呢 我就決定 我要用哪個template 那你apply寫在哪裡 你裡面的template內容 就會被塞在哪裡 那這是有 使用template name的情況 那另外一種可能比較常見 就是你可以apply提供一個屬性 你可以指定一個入檔 那就等於你直接把那個入檔的內容 把它丟到apply你要寫的位置 這樣 那apply加template 其實你用這兩個組合呢 你可以做一些痕 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 還蠻好用的東西 那用一個辦例做介紹 賈肉今天有一個商品目錄的資料 像是有它的產品的名稱 有它的價錢 那有它的賣家 那有了這些資料呢 我就開始想說 我的畫面要長怎麼樣子呢 是格子狀還是條列式的 或者是我要每個賣家 它賣什麼商品 我希望可以這樣做分類 或者是我三個Viu都想要 對 那這樣子你只要在你的主要的畫面寫 apply 然後給template 因為它是 它就是入我檔裡面的 所以你就可以丟 mvvm的一些tag 那assign load 它去load viewmodel裡面的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就是你要讀取的這個入我檔的位置 然後呢 你再把VM的 這個商品的這個資料 這個cattle 把它給一個別名 那這樣的template就可以使用 那下面呢你就寫個button啊 就是用unclick的時候呢 去發一個comment 然後去把這個template的uri改掉 那這樣畫面的呈現就不一樣了 那其中一個template 這個template是list 就是列表式的 它可能就會這樣寫 用個for each 把剛剛我取那個別名的catalign 把它抓進來之後呢 下面就是你自己要去做設計啊 你的所謂的列表式要怎麼樣呈現 在for each裡面就自己寫 就是一般入我的寫的方式 好 那我這邊做一個demo 好 那這個呢就是商品螢幕的格子狀的顯示 所以有商品 有賣家 然後有商品的樣式 然後有它名稱跟價錢 那你可以切換顯示 這是列表式列表的 商品列表 這個是每一個賣家 他賣的什麼樣的東西 那就是剛我所說的 這樣的切換就是那幾個 那幾個ZK的component在做的事情 那當然你要可以編輯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ZK的賣家目前只有賣一個 那我直接把它改成 改掉 然後這個商品 是ZK 這個賣家賣的 然後把它存起來 因為它背後就是同一個viewmodel 所以你的資料存了之後 其他的view都會改變 所以ZK這個賣家它就多了一個 然後列表這個也變成ZK賣家 那所有的都跟著做改變 那這個就是你用apply加template 你就可以很容易去切換 你想要呈現的樣式 你可能一開始你在設計的時候 只有一些單純的data 你還沒有決定你的樣式要怎麼樣 這時候你去寫各種不同的template 去把它切換 其實就很容易把它勾出來 那我剛說的這個就是ZK ZK8的UITemplate Injection 這個shadow element的一個作用 那另外一個剛我有提就是 要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ZK8 使用ZK元件 但是你又可以跟 ServParty的JS Library 做整合 就ZK8就出現了一個叫 ZK8就提供了一個叫 client-side-binding的一個機制 意思說你可以直接 在你的JavaScript 去trigger一個connect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ZK8的這個架構圖 我們今天有一個 JS Library 然後要跟Composer 或是ViewModel做溝通 那當然中間一樣是透過 Hs的這個機制 所以呢 我在我的JS的地方 就會提供一個叫做 Finder.comment 這個API 它可以去發一個comment 回Server 那Server呢 因為Server就要做管控 因為你的client-side 發回來 那我哪些要接收 哪些不接收 我就會用一個 annotation叫 toServer.comment 然後去把 要傳的這個comment 把它記錄下來 那只有這個comment 我可以接收 那或者是 你在Server-side 你的ViewModel裡面 你想要觸發一個comment 觸發comment之後呢 你想要回client-side 就會有一個 assign to client-comment 然後這個annotation 那你可以設置 有哪些comment 在執行之後呢 要回client-side 那回client-side之後呢 你就會用一個binder.after 它是 後面你就接一個callback function 那接到這個comment 它就會執行 這些callback function裡面的內容 那這當然就是你想要實作的部分 那 如果 當然 如果只有 觸發comment 是不夠的 有時候你想要自動去偵測 你的viewModel裡面 有哪些 值被改變的時候 我就要發一個comment 所以這時候呢 你可以用一個 assign notifycomment 然後它就去監測 你viewModel裡面 哪一個值被改變之後 我就要去發一個comment 然後這contin面呢 又在tocline-suite command 去做設定 所以它就會回到client-side 好 那這個呢 就是zk8所提供的 cri dificult-side binding的API 在client呢 我們 因為它是在binder底下 所以你必須要 取得你是哪一個component 有設定viewModel 然後去把ide抓回來 用這個binder 去做事情 不然我才認得說 你的commend 在哪一個viewModel裡面 就是要先把這個binder取出來 之後呢 再用binder.comment 那這後面的參數就是 你要comment的名稱是什麼 然後你要送什麼樣的資料回Server 那after就是你的comment名稱 從ServerSide傳過來它是什麼 然後你的callback function是長什麼樣子 這在ClientSide的部分 那另外呢 在ServerSide就要設定 toServerConment 就是哪些comment可以從ServerSide 可以從ClientSide到Server 那toClientConment呢 就是哪些comment可以發回去Client 那LongifyConment就是我剛剛講 我用一個ontrange 然後一個VM的expression 去偵測我VM哪些值被改變之後呢 我再發一個comment 這樣 OK 那有這個ClientSideBinding API 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可以把它跟react再做整合 那既然又跟react做整合 當然要了解react怎麼寫 我想先問一下 在場有多少人有用過react 好 不多 什麼方向 那其實我沒有打算介紹react 因為這麼短時間 我要講react 懂的人會覺得 你沒有講到react的精髓 然後不懂的人也不會聽得懂 你在講什麼 對 然後我就不講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你 我要整合的部分 就是react處理 存取資料的部分 我只要在react UI原件 他在讀資料 存資料的時候 可以把comment回server 這樣就夠了 或是他可以接收 這樣就夠了 好 所以這個架構圖裡面呢 其實react UI 他就是取代掉ZK的Widget 然後一樣用adress的機制 然後回去跟server的compulsor 或者是viewmodel做溝通 OK 接下來就給他看一個簡單的範例 我們是要用react跟ZK 把它做一個非常簡單的 非常陽春的聊天室 那我們都知道聊天室裡面 他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對話的內容 所以我要先確定 我資料有哪些 主要資料就是這個comment 那comment裡面當然會有作者 跟他裡面想要傳輸的內容 那這是資料的部分 那另外我要處理就是 要怎麼存去資料 所以就會有兩個comment 一個叫做 do add comment 對 do add comment 我要把 當我在react元件 去送出一個 送出一個對話的時候呢 他要去觸發這個comment 讓我的serversite的資料 可以被更新 然後呢 當別人去發送一個訊息的時候 serversite的值會被改變 改變之後呢 我又要回react 告訴他我的畫面又要更新了 所以另外一個comment呢 叫做 do comment change 對 那就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做設定 這個是 react code 對 那它是JS工架 所以裡面都javascript 那其實這重點就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 我一個function 他要去處理 當comment被送出的時候 那我就要在裡面 下一個dk.comment 發出 do add comment 這個comment 回去server 對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我資料被更新的時候 我就要寫一個 callback function 他去偵測 有沒有一個comment 叫做 do comments change 這個comment回來 那這樣呢 我就可以 用react的方式去把資料去做更新 好 那這是react的 呃 跟程序資料的部分 那另外呢 就是我的view model啦 view model view model 就要在你的view model class前面 做一些設定 第一個呢 就是 to server comment 剛剛講說 react UI 要去送個comment回來 這comment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 do add comment 那我就要 收到這個 我就要去做事情 那另外呢 就是 當我server site 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list 或是一個set 反正他裡面呢 有一個資料 collection 被更新 我就要去觸發一個comment 然後 to client comment 就可以告訴他 欸我要回quite site 這樣子 所以他就有一個 他就有一個onchange 然後 en.comments ok 所以呢 裡面呢 這個vm裡面呢 就有一個comments 他的一個collection 然後這個事情 這個呢 就是 當to server command 傳回來之後 我要去把我自己的comment 做更新 那當然這個要 如果要不同的user做溝通 在server site 你必須要搭配 zk event queue機制 那這裡我就不多講 反正呢 只要透過這個event queue機制呢 你的自己的comment 被更新之後 你的 就會把一個comment回去 回去client site 然後client site 收到就會更新 好 我們來看一下demo 好 這是第一個user 然後隨便輸入一個名字 這字就說話 ok 然後我就把 我要說的話就抽出去了 那接下來看第二個user ok 那這是他說的話 之後我們在 第一個呢 就會看到 它下面的 列表被更新 對 好 那這是簡單的一個demo 好 那 這個方式呢 就是用client site binding 讓你可以跟一些 framework做整合 JS的framework做整合 那另外一種整合方式呢 它是說 欸 我覺得zk的元件很好用啊 我為什麼不能把zk的元件 加一些特異功能 對 那就會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zk有提供一個功能 叫做 data attribute handle 那它這個是從 html的custom data attribute 這個概念而得來 就是我們在html的動上面呢 加一個data dash 然後後面可能是你要的屬性 跟裡面的值 那你在javascript呢 你就可以 把這個動取出來之後呢 去做裡面傳輸的資料 你就可以做處理 好 所以用data attribute handle 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在dk的那個 入我檔設定的時候 這個component我加一個 data dash什麼 我就可以 去整合一個javascript的library 好 所以我就需要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是javascript的library 那第二部分就是 你要跟什麼zk的元件做整合 第三個就是它整合的code OK 那我挑了一個叫做 the beauty the jQuery的plugin 然後它可以讓整個 核取方塊 chatbox變漂亮 那當然我要整合的 大概就是zk的chatbox 我要把zk的chatbox 整個樣式給換掉 好 所以這就是 然後有了 你要整合的library 跟你要整合的component 之後呢 你就要做設定 這是在web-in的dk.xml裡面 所以代表你整個dk的project裡面 都可以使用這個屬性 那看起來密密麻麻 但是主要就是做這件事情 主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要設定 你的data attribute的名詞是什麼 然後 你的這個library 它的cs檔 還有javascript檔在哪裡 接下來 最後這個部分呢 就是有一個script 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function就是要去整合 那它會產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widget 另一個參數是data widget就是你在 chatbox下面寫data什麼 然後 這個function就會接收到 我現在要整合的是 這個chatbox這個widget 然後dataValue呢 就是你寫什麼屬性 它就是要把這個屬性的內容 把它丟進來 那當然因為這個labelability 這一個 這個 zs library 它很簡單 就是用jq 最常懂jquery plugin的方式 把它套用就好了 所以我就是把這個widget的動 然後去把 用jq把它套進去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用法呢 就是chatbox 然後 因為它是xml 格式 所以我要給它 要告訴它 我現在正在用dk的data 所以我要給它一個別名 就是看h9這個別名叫cn 然後後面就寫cn 然後後面就寫cn 冒號dataValue 然後後面給 這個 sirparty library的 設定的參數 那當然你這個 不一定要寫在 這個原件上面 你可以寫在整個 zk 助我檔的 root的地方 好 那我一樣做簡單的demo 左邊呢是 左邊呢是 zk最傳統的chatbox 右邊呢是比較漂亮一點的 好 那一樣 你去點選 因為它都綁定同一個 綁定同一個資料 所以呢 它 你互相點選 它就是兩邊做更新 對 那 差別就只在 你加了這個data attribute handle 進去 然後它就可以變漂亮 去整這個sirparty library這樣 OK 好 那其實另外 我有做另外一個demo 因為這個demo比較簡單 就是它只是 把 jq套用而已 那另外demo 快速講一下 就是markdown的edit 就是它有一個 js library 它可以做一件事情 把你輸入的字串 轉成markdown的樣式 跟它來說 你輸入了一個 警字號 hellomarkdown 然後 出來就是放大的 對 然後所以它就是 input output中間的converter 你要整合進去呢 我就可以做一個online的markdown editor 左邊呢 是dk textbox 右邊是dk的label 但是我把它樣式給換 對 那就需要textbox跟label 這兩個 OK 所以我在markdown的script呢 我要做兩件事情 就是我現在的 這個label的值呢 得到取得之後 我要把它用converter 把它丟進去 然後呢 當有人去改變我label的值之後 他就把它更新 所以就是 就是可以實現 用zk的data handle 實現這個markdown的editor 對 OK 那所以在zk8當中 我們就提供了 這種data handle的方式 讓你的zk的component 有無限的可能 因為你可以跟各種不同的 javascript的library做整合 那我們也提供 就是client-side binding 讓你可以在client 可以發一個comment 回serverside 然後呢 你用zk的ui template injection 讓你可以去很 比較有另外一種方式 讓你更好用 可以去 去組合你所想要的 這些元件的一些組合 好 那這個呢就是 zk8 想要就是讓zk的開發者 可以搭上這波就是 前端的浪潮 然後擁有無限的可能這樣 OK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其實我要 這邊打一個廣告 就是最近zk呢 有舉辦一個比賽 就是我剛剛講 zk8的新功能 data handle handle 那他可以跟各種不同的 javascript做整合嘛 所以就希望 大家可以提供創意 那這個比賽的截止日期呢 是在1月1號 對 那據我所知 最大獎是送一個Apple Watch 這樣 那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去參加 好 那我就講到這邊 那其實我來到這邊呢 我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我要送一些 zk的 dk的精美小禮物 對 那希望等一下我問了幾個問題 小小有講真答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很踴躍的回答這樣 那我們先請那個 我們的同事把禮物拿上來 好 那第一個送分題好了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介紹zk 那有沒有 有沒有可以回答 最新版的zk的版本是什麼 好 送分題那一位 zk8 沒錯 好 那就是 我的禮物 是一個 欸 不是 等一下 是zk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送那個有點 不好意思他拿錯了 好 zk的磁鐵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在場有沒有用過 zk8 舉一下手好不好 一位嗎 兩位 後面還有一個 好那等於 就是因為 身為工程師就是 有人用自己的產品 就是非常的爽 所以等一下呢 請來找我 我回央會送你一個 精美的小禮物 好那前面呢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 熱身 那後面我就要來問 喔 我剛剛說 剛剛講介紹這麼多 MVVM的優點是什麼 有沒有要 來分享一下 他抓的優點是做Data Binding 所以你可以 不需要去 直接控制你的 你的動脈 element 你直接做Data Binding 所以你的Data Stream流 比較快 比較方便 OK 好 正確答案 掌聲鼓勵一下 好那我們要送他一件 DK的T-Shirt 好 那下一個問題呢 想問一下DK8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讓JavaScript的套件 可以 可以把它 原件化 就是讓你的 DK Component 有特異的功能 就是我剛剛講的比賽 有沒有要回答 是用什麼樣的功能 對 對 就是那個 Data Handle的那個部分 對 沒錯 正確答案 掌聲鼓勵一下 一樣送他一件 DK的T-Shirt 那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DK8的 UITemperate Injection 是用什麼樣的元件 然後 讓 如果的元件堆疊 變得更加方便 更加快速 是什麼 Emblement 有沒有要 有沒有要回答 還有 後面那一位 Apply 那它是什麼Element 還有一個前面 有一個詞 結果聽不太大 要不要用一下 DK template加Apply template Apply加Template 好 這也算是答案 OK 一樣掌聲鼓勵一下 然後可以獲得 ZKV選一件 那其實是ShadowElement 這樣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那 嗯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要問問題 沒有的話 等一下 好 你們在使用Rei 之前你們本來用的 JS的Library是什麼 就是ZK的Widget 哦 所以你沒有用 類似BikeBoom 或Embr 之類的其他的 沒有 就是ZK本來就是 自己在Widget裡面 就是很多JavaScript 所以就是用Component 控制ZK的Widget 所以現在就是 ZKWidget 可能它不夠漂亮 或是不夠 新穎 或是沒有跟上潮流 所以現在我加了一些 其他東西 讓它可以 就是畫面看起來 就是這麼漂亮 這樣 OK 那 如果 等一下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結束之後可以 一起來交流一下 就這樣 好 謝謝各位